大家好,我是珍妮 今天非常高兴来给大家讲一讲 关于银行里面非常非常热门的 Credit Risk Analyst的这个职位 那我在刚到加拿大的时候 第一份工作呢 就是在RBC做他的Credit Analyst 然后现在呢 十多年以后 我在另外一家银行的Capital Markets里面做VP 我管辖的是美国和加拿大的所有大中型银行 管他们的信用风险和这个信用额度的审批 那所以说Credit Risk配以来说呢 是我这十多年的工作经验里面 天天面对的问题 那我就想给大家讲一讲 关于Credit Risk Analyst 他到底是做什么 他到底是在银行的哪些部门里面 可以找到这样的职位 也许对咱们学 不管是学商科的MBA 或者是一些学Economics 或者是学这个Accounting Finance相关的留学生 和新毕业的学生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而且也是非常多职位的这么一个工作 那首先讲一下什么是Credit Risk 我想大部分留学生可能已经 咱们的听众已经有概念了 那就是Credit Risk呢 其实就是说 如果你把钱借给一个借款人 他不能够按期残还你的本金和利息 这样你的这个面临的这个损失 这就是你的Credit Risk 对吧 那作为银行呢 大家知道银行的主要业务就是 做这个吸收存款 发贷款 赚取这个存贷的利差 那银行的主要风险呢 也就是Credit Risk 对于加拿大这四五家最大的银行来说 这个Credit Risk占有资本金 大概是80%左右 也就可以看出来 Credit Risk是银行最最最主要 最最最关键的这个Risk 那要manage这些Credit Risk的这个position 可以想而知 是分布在银行的各个领域 先给大家讲一个这个通俗易懂的例子 好 比如说呢 你有一个朋友借了你100块钱 说一个星期以后 他还你这100块钱 那用银行的这个Term 把这个东西怎么给他 那个转化成银行的这个专业术语呢 首先你的朋友就是你的Borrow 或者叫Counter Party 如果是其他金融机构 是这个你的这个借款人的话 那就是叫做Counter Party 那那个普通的个人 或者是企业借款人呢 一般叫Borrow 那他给你的这100块钱呢 就是你给他借的这100块钱呢 就是你的这个Commitment 就是你的这个Long Amount 贷款 贷款金额 Tenner Tenner呢 就是他说的一个星期以后还给你 也就是说这个贷款期限是一个星期 然后呢 Lender 那自然就是你自己了 你就是这个借款人 那咱们银行所要考虑的 就是你在把这100块钱 给你朋友的那一瞬间 所需要考虑的事情 是一模一样的 你在把钱给你朋友的时候 你会想什么 哎 我这朋友的资信怎么样 他会一个星期以后 暗示还我钱吗 也许100块钱不是很大的数额 所以你这些想的这些东西都是unconscious 就是潜意识中可能会想一下 我们俩关系怎么样 是一个good relation吗 然后他的这个historical track record credit history怎么样 他有没有借过我钱不还的历史呀 或者是他这个 要用这个钱去干什么呢 是去赌博吗 还是用这个钱去应急呢 他的工资水平怎么样 他的还款能力怎么样 他是不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那他没有工作的话 那他有什么东西 可以让我feel comfortable 他有什么抵押品可以给我 然后让我确保他 这一星期以后 能够把钱还给我 也许这些都是一些 非常unconscious的这个decision 你在想了这些以后 你决定把这100块钱 一秒钟以后给了你的朋友 那银行呢 所做的credit analysis的全过程 基本上咱们前面考虑这些事情 就是银行考虑的事情 可能有对企业来 企业概念来说更复杂一些 但是基本的本质内容都是这样子的 那刚才咱们讲了 这个信用工资分析 这个分析师这个职位 是分布于银行的各个角落的 那我们现在以低容为例 来看一下这个 他的这个公司的结构 银行的结构 然后看一下在哪些部门 是需要这个credit analysis 那首先呢 在BIMO是有这个 P&C就是 Personal and Commercial Banking 然后有 Wealth Management 和Capital Markets 那P&C呢 主要针对的就是 个人和企业 就中小企业的这个 业务部门 那个Wealth Management 一般就是一些理财啊 财富管理这样的 这个业务部门 那Capital Markets呢 针对的就是比较大的 跨国公司 其他银行 和一些这个 政府机构啊 这些Sovereign啊 这些方面的 大机构的这个 业务的部门 那P&C呢 里面不管是做 Personal Banking 还是Commercial Banking 就是说对个人的 也好 对中小企业的也好 他们这时候 任何一个信贷部门 他们所做的业务 最重要的分析 就是企业或者个人的 信用风险 就是Credit Risk 所以在这些地方 是可以找到 广泛的这Credit Analyst 也许不叫Credit Analyst 也许他可能是一个 Account Manager呀 或者他可能是一个 Portfolio Manager呀 可能也可以叫做一个 Associate呀 一个Analyst呀 但是他们做的工作的本质 就是分析这个个人 或者企业它的风险 那你所需要的知识 就是Credit Analyst Credit Analysis的知识 另外呢 在这个Capital Markets 这个比较大的公司 和大的这个跨国公司 或者银行啊 其他这个政府部门的 这一方面呢 也是我自己在的这个部门 那在这里呢 你不管是要做投行业务 或者Coproperate Banking 公司银行业务的话 那你做的就是非常系统的 从A到Z的一个Credit Analysis 包括分析公司的年报 分析公司的这个Income Statement 这个Balance Sheet 然后做各种Ratial Analysis 然后你通过银行的 那个内部评级的这个模型 来计算企业的风险 这种风险的这个分析 都是我们在这个Capital Markets 里面非常需要的这个技能 那另外呢 除了上面讲的这些业务部门呢 我们有这个Coproperate Service 每个银行都会有 自己的这个中台 中台Coproperate Service里面 有很大的一个Race Management Team 那就Race Management Again Credit Risk是占有其中80%的风险 这些方面呢 都是需要有很多的这个Credit Analyst 这样的职位的 好了给大家讲了一下 关于Credit Analyst 在银行的需求 和这个咱们有很多这样的职位 那所有对这个Credit Analyst 感兴趣的留学生呢 可以考虑参加我们的银行分析师的课程 那我们分为两个班 一个是初级班 一个是中级班 那在初级班里面呢 我们会详细的介绍银行这个主持架构 讲银行的这个 Analyst Job Posting 和怎么针对这些 Analyst Job 来写你自己的简历 另外呢 我们也会讲 关于这个金融危机 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然后对这个银行的影响是什么 然后给大家讲讲 既然想到银行 那应该了解一下 银行的赚钱模式是什么 和企业的区别是什么 什么是信用风险 风险它的运用 这个银行的风险的管理流程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根据学员的反馈呢 我们会给大家讲一讲 关于这个银行的不同的报表 咱们去哪里寻找这些报表 怎么根据这些报表来做分析 有的时候拿到一份上百页 一般一个银行 或者是一个公司的报表 都是这个年报的话 至少两三百页 那这两三百页 你不可能从头到尾 全部一遍 对吧 那什么section 是它最重要的 从哪个section 可以拿到你需要的内容 这个是可以帮助 咱们大家尽快的 做出一个风险分析的 一个前提 所以这是我们在初级班里面 都会设计的内容 那对于已经有一定的基础 或者参加过初级班的学员呢 我们有一个 银行信用风险分析师的 进阶班这种一个课程 那这里呢 就是结合了 我挣了十多年的 银行信用风险的经验 给大家讲一讲 整个银行信用风险 分析的整个流程 关于国家风险 行业风险 企业各个体的风险 的一个全面的分析 我们银行 可能大家都听过的 这个信用评级的模型 和怎么运用 以及各种银行产品 和这个信用额度的确认 那另外呢 在这个签例 这个银行的 这个信用风险合同 credit agreement的时候 什么是要点 你应该 pay attention to 哪些section 这个credit agreement 有的时候 也是上百页的 那其中哪些section 是信用风险相关的 你应该在哪些地方 哪些地方 是你最应该 这个pay attention的 什么是covenants 什么是你的key term 这些东西 我们都会设计 然后都会做详细的讲解 另外最重要的 就是怎么写一个 这个合格的 银行信用风险分析的报告 我们会有大量的实战演习 case study 帮助学员们 掌握第一手的工作经验 给到一个case 我记得我上期学员 就说现在他上完课以后 给他任何一个银行 给他任何一个公司的报表 他马上就可以 一二三次的 根据这个思路 我们课程上学到思路 写一个这个 做一个这个信用风险分析 和写一个信用风险分析的报告 那我们也会涉及到 对银行最重要的 可能大家听说过的 巴塞尔协议和银行资本金的管理 等等等等这些内容